南投陷阱局交通组长李安景 日前受到积极乐林中心的邀约 来到积极镇临新宫 向民众进行交通宣导 透过有奖征达的方式 让民众仔细听讲 以达到熟悉交通法规的效果 交通组长李安景指出 这次特别针对行人 吉他车的交通安全知识 作为宣导主题 我们来这个积极镇的临新宫 做交通安全的宣导 最主要是宣导我们这些 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 对行的安全 脚踏车还有机车 还有乘坐的规定的话 这个交通安全的宣导 使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话 在这个优业的环境当中的话 能够更平安定安全的话 来做我们交通的一个 宣导的一个主题 议员陈昭玉表示 县内的老年人口相当的多 为了保障长辈们宝贵的生命 积极乐林中心 特别举办交通安全的宣导活动 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 我们知道现在交通的 状况车流也非常非常多 我们这些地区 尤其老大人很多 老大人坐 他的行车 他的安全 他走路的安全 要安全 来给他过度 他的保障的生命 这是我们在热林 适次交通安全教育 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今天特别来 要请到我们交通单位的主管 来这儿给他们干扣 我们希望说 这些阿公阿嬷 在走路的时候 要怎么对待的 这个规定 另外议员陈昭玉也叮咛民众 最近天气转凉 夜间光线较为昏暗 在夜间行走时 穿着亮色 容易辨识的衣物 以提升安全性 我们也希望说 现在天气渐渐凉凉了 后来的穿叉 不要穿过太薄熟的衣服 穿较亮眼的衣服 而且现在一头越来越低 不是 早上去运动的时候 更爽不好的时候 他们也要安全来走 走到会安全 尤其我们现在开电动的 系列的辅助车的时候 要安全来开 向左转向右转 要不要打亮灯等等 能让他们谨记在心 透过这个讲座 也要刺激他们大脑的反应 以前的交通规定 走在大马路上 要靠右边走 不过现今的交通法规 则是规定 无论靠左靠右 行人都必须面对 车辆行驶的方向 希望大家能够 把观念纠正过来 遵循现今的交通法规 民意新闻洪家业 积极采访报道